枪枪三人行 今天这位嘉宾 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 都是重量级嘉宾 不敢当 只有太平洋的风才能吹得动你 把咱们胡老师 太平洋的风从台湾把它吹到了北京 你光看他这个形象 徐老师 我脑子里浮现出 要是演电影 这就是一位原住民的老英雄 是不是这造型 不敢当 谢谢你 我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很高兴 胡老师历史上有这么一号的 因为有人这么讲 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 包括今天的周杰伦 如果追根溯源 追到最根 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民歌运动 就唱自己的歌 校园民谣运动 这就是先驱 实际他最大先驱 他是原住民运动之父 我们现在看台湾选举 动不动就原住民原住民这个概念 是 这个运动的开创者 就是胡德夫先生 所以这个历史地位 不敢当了 但是他最重要的 我看还不是个政治家 他是个歌唱的人 代表原住民的声音 而且我一说到老英雄这个话 我就想起 您到我们大陆来 正好碰上了现在最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千言万语都在说钓鱼岛 昨天日本通过了钓鱼岛国有化 要签合同就好 1.66亿 有些中国网友说太便宜了 这跟拆迁似的 中国人民不答应 之前有一家外资 出资40亿人员 结果他们不肯卖 他们说外资有中资背景 台湾方向我们也注意到了 马英九也是宣示主权 要眺望钓鱼岛 胡老师您从台湾来啊 您对这个台湾人对这个保调啊 是怎么个看法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眺望很久了 眺望很久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眺望 那么从昨天的这个 我在饭店里面 听到就是我们的政府 对对全世界宣示这个地方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宣示声明 那么在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该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你不管用钱用武力 去拿回都是我们的东西 就该我们的 那日本想用武力 或者是用武力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他们 那么你要用钱买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他们有钱 可以买这种地方 那也是个侵略 用武力也是个侵略 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看法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